惠特尼休斯顿 2012年2月13号 一代天后惠特尼休斯顿去世 其前半生璀璨无比 后半生却穷困潦倒 除了要被迫变卖资产之外 还要问朋友借100美元为之生计 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全王泰森 全王泰森的自传电影《泰森》 描写了一个来自邻居的孩子 如何成长为全王 又如何从4亿身家的富豪 跌回负债千万的穷光蛋 泰森在做了两次劳之后 家道逐渐中落 2003年破产 迈克杰克逊 尽管一代流行音乐天王 迈克杰克逊已经促逝 但是他的保姆披露了 这位传奇人物最后几个月 越来越绝望和窘迫的生活状况 迈克杰克逊也许能日进抖金 但是他最终申请破产 酒井法子 青春女星酒井法子因为吸毒 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被判缓刑 因为经济困难 已经搬出了东京的超高级公寓 据悉他为了偿还欠款 打算把公寓出售 公寓价值大约1亿5000万日元 钟振涛 当年钟振涛在香港娱乐圈 是和气风光 比罗德华还牛 可是1997年 钟振涛在楼市的高峰期 借贷1.5亿购入四间豪宅 不过金融风暴 令楼价暴跌 最终欠借2.5亿 蔡少芬 蔡少芬曾经与某富豪秘密交往 此富豪大方为蔡少芬母亲 偿还了赌债超过1亿元 蔡母应是把女儿 逼成了古代仇深的现代喜儿 最后可怜的喜儿 还是不得不为母亲的债务买